大家好,我是鱷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2.50殺技能光追曝光 召喚我來了,六位新角色登場 2.3下半角色中含強度排名 數位人權卡必抽,連銀成平民戰神 辛窮鐵道2.3下半卡池的 新五星角色翡翠終於來了 各位開拓者們是不是都已經抽到了呢? 除了翡翠營之的UP外 後續卡池雲梨嬌、丘凌莎等角色也會陸續登場 就後續卡池角色等相關消息一起來看看吧 有關於2.4卡池的兩位新 五星角色官方早已經公布分別是雲梨嬌丘 就不多說了後續2.5卡池的凌莎 技能天賦專武光追也被放了出來 目前來看凌莎有召喚物和流盈配對的話 流盈最好是一名 否則有可能會陷入戰績點不足的情況 光追的話提高60%擊破特攻 裝備者攻擊後會有增益 全體速度提升擊破特攻大於150% 還有額外的全體12%擊破特攻的提升 當然啦 這是精一的情況下 除了凌莎的光追和技能外 羅斯姑母星期日3月7巡猎 影月亂播芙蓉的消息也來了 這幾位角色的數據據說都已經添加 其他的東西雖然有提及但是都沒有確定 也就是說不保證大家看看就好 而有關於未來角色的匯總就目前的消息來看 有記憶組飛霄莫澤 星期日凌莎羅斯姑母 附格敵方飛霄其中記憶組 可以理解為記憶命途的開拓者 是冰屬性輸出角色 飛霄士風巡猎莫澤 則是和希兒一樣可以引申 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倒是可以 期待一下後續的相關消息 首先就是SSS級別強度的四位角色了 分別有 軟眉 砂金 花火 霍霍 這四位角色每一位泛用性 保值率都極高 也是截止到目前版本角色复刻 最值得平民玩家抽取的 尤其是軟眉 隨著2.3卡池流银的登場 地位再次上升 然後就是SS級別強度的角色了 分別有 黃拳 流银 枝羹鳥 浮璇 黑天鵝 羅莎 影月 卡夫卡 翡翠 布羅尼亞 停雲這幾位 這個T度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以主C和體系隊角色為主了 比如T0級別虛無隊黃拳 超激破隊流银 最激隊之羹鳥 卡黑稻子的黑天鵝 卡夫卡 以及新登場的五星角色虛構真神翡翠 而S級別強度的角色就比較多了 分別有 波提歐 淨流 托帕 同邪主 加拉赫 佩拉 銀姿 真理醫生 銀狼 希兒 錦緣 這幾位角色相對而言比較依賴體系隊 強度和泛用性上較低 對於平民玩家而言 復刻已經不作為主要抽取選擇 至於其他角色基本上属於不推薦培養的啦 對於基礦人數不作為主要抽取選擇